中华民国空军广播 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国军广播驱离共军 根据路透消息 中共回台军演第二天 一早至少有10艘军舰20架军机短暂飞过台海中线 你已进入我空域 影响我飞航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 日本防卫省在公布监控画面 前一天有三架中共无人机飞到花东外海 分别是BZK-005侦察型无人机 还有TB-001侦察攻击无人机 从冲绳跟公布岛之间水域穿越 到台湾南方再折返 至于第三架则畸形不明 不止日本警钉 根据中国道路智库公布讯息 军演第二天 美军至少出动7架各类侦察机 前往台湾东部海域 包括RC-135、P-8A、U-2S等 还有6架空中加油机支援 监控侦察共军的行动 而当美国、日本、G7等国际社会谴责 中共军事动客羁押台湾 外媒访问北京人 却仿佛在平行世界 中国的像台湾还有港澳地区 一向都有一个非常大国风范的这种做法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有理有结 我们国际社会上传达也这种声音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分寸的 肯定是坚定的相信祖国在下一步大棋吧 不同于军演第一天 中国大陆官媒火速公布飞弹画面 军演第二天 截至傍晚截考前 都没有秀出最新的共军动态 国防部释出最新宣传影片 在多架F16战机上头写上无谓挑战 中共在台湾外海军演让台湾绷紧神经 路透社报道5号中午左右 十多艘共舰穿越海峡中线 还有20架共机越过中线 不过国防部目前对数据尚未证实 花联空军基地从早上到下午 F16战机实施挂弹训练 中共军机军舰频频跨越中线 甚至还有飞弹飞越上空 前国安会秘书长也强调 军演已经打破先例 书企认为中国大陆有很多灰色地带 就怕共军演习的区域 未来成为侵扰常态 意图破坏安全分割岛 而大陆军事专家也表示 解放军这次的目的 回吊台峡中线等三线 建立风控等三区 因应军演国防部 也以爱国者二型飞弹 基隆级驱逐舰及IDF战机 作为宣传 另外它就是包括 像海军的基隆级驱逐舰 这个就是捍卫我们海上 我们的海疆的安全 包括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那个战机就是包括 它是双座型的IDF战机 当然也包括我们国内三型战机 中共在台湾外海军演 触动敏感玄金 就有民众在PTT询问 是否还有演习 没想到湘民一面倒 都说要问日本大酸国防 原来四号共军飞弹飞过台湾上空 却是日本先揭露 虽然国防部回应 因为对地面没有危害才没公布 但这个理由恐怕很难说服大众 TVBS新闻黄建国 翠宇台北采访报道 抬头看飞弹画过天空的痕迹清晰可见 民众站在海边拿手机拍下这画面 这样的例行军演平潭民众习以为常 但这次意义格外不同 这次四号中共对台湾四周海域发射大规模飞弹演练 涉及过程几乎全岛一起录 并在网路上曝光 就有一名在平潭经商的台商表示 当天傍晚近人收到福建国安局的简讯 内容提到禁止拍摄录影 泄露军事相关画面 否则将有刑事责任 最好的方式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因为两岸还是说都是同胞 还是希望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可能性不是非常大 最好的方式还是两边政府相互调节 然后和平同意一国两制 让台湾早就回到几个怀抱 但明明军演大家都知道 为何只对平潭民众发简讯 临近的福州厦门反而都没有收到 外界推测可能是因为裴洛西访台 台海时局敏感 但平潭在过去二十几年来 积极发展观光 几乎不太参与大规模演习 这回把平潭纳入对台军演 似乎是早有准备 背后是否暗藏机密也无从得知 TV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马祖的北干八三据点 那从这里远远的看过去 有一整排风车的地方 就是大陆福建省 而就在共军飞弹发射的瞬间 就刚好被当地的民众捕捉到 红圈内两条白烟囱从地面窜出 升空 在蔚蓝天空下 显得特别醒目 这是八月四号下午 马祖居民拍到疑似 共军发射飞弹后留下的轨迹 对比日本防卫省监测到的 大陆在福建沿海 发射飞弹的位置也吻合 当地人会不会觉得蛮紧张的 多少会啊 一定会的 在我们那个台湾的沿海附近 然后在做这个军演 然后我们离得大陆又近 是不是 假如说真的万一擦枪走我怎么办 几天前还有民众拍到装甲车 从坑道里开出来 虽说这是例行训练 但因为时机点太敏感 居民看到还是拿起手机拍摄录影 倒是这暑假旅游旺季 游客造访马祖 似乎没受到太大影响 不过五号晚间七点半 东瑜也将展开火炮射击演练 外岛驻军除了加强对对岸的监控 实弹演练 上井发条 还没到达以往捕鱼地点 就遇到海巡劝离 捕捞作业被迫暂停 去回程时 海巡也特地逐一个别关心兵主 要避开中共军演区域 白兰爷我也想要跟你关心一下 注意一下你的财产安全 日常灾不过的例行作业 也都变得小心翼翼 这样的紧张情绪 要持续到何时 不知道琉球渔会 也陆续接到询问电话 我们小琉球沿近海的渔船 差不多在100艘左右 如果连续三天 大家都不作业的话 损失可能在2000万以上 如果演习一直继续下去 造成他们的损失 由谁来补偿啊 面对中共军演时辰一变再变 就怕这样的军演变成常态 停航的损失将影响渔民生活 毕竟中共军演区域 距离小琉球最近 渔民们戒胜恐惧 倒是旅游观光的游客 平常心 行程造走 小周末人潮不减反增 目前是没有减少 我们有再加开船班 农历7月是一定会有影响 今年影响程度没有那么大 旅客一批接着一批来 但人数还是比起7月份少了一些 除了零星旅客 因为安全考量退房之外 也受到农历7月影响 定房热度稍减 但对比靠海吃饭的渔民们来说 面对中共军演带来的压力 旅游业者倒是轻松不少 中午10分 左营军港里原本停泊在码头的 井江级巡逻舰 香江舰 突然往北侧前进 舰上官兵纷纷出动 展开操演 他们上下奔跑 动作严谨确实 舰手备有快炮 舰尾安装雄风三型反舰飞弹的 香江舰 往北侧航行没多久 掉了头之后又开回原本停靠的地方 超演前后历时40分钟 引发高度关注 除了井江级静岸巡逻舰 香江舰及朱江舰之外 西马头还有诺克斯级巡防舰分阳号 以及拉法业级飞弹巡防舰程德号 船上的对空雷达 以及平面搜索雷达全面开启 主机也处于暖机状态 以备随时有紧急任务 可以立刻出动 由于对岸西南方海域的军演 距离高雄只有20公里 军方不敢大意 左营军港这两天军舰进出频繁 与外舰以1比1的比例 派出了军舰及潜水艇出航监控巡护 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是搏军 我感觉他们这阵子比较吵这样子 海军官下有学生 在暑假我们要暑训 所以我是在 甚至在船舰上也在受训 没有什么紧张的分析 其实该 应该说军中该做 该备战什么都还是要做 另外运载小艇的 台湾血海号船屋运输舰 也有人员上上下下进行准备 海军舰指部表示 共军舰艇已多次跨越海峡中线挑衅 而我方目前在外海巡弋的各式主战舰 达10艘以上 至于停泊在军港内的舰艇 也都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启动 保卫台海安全 TVBS新闻 爱昭贤 高雄报道 在小琉球问起哪里有防空洞 村民不是不知道就是印象模糊 大部分的人都没躲过 在警政服务的APP里面有防空避难 那么巡线在小琉球有两个避难所 其中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了电信公司 APP上的两处防空洞 一个成了电信公司 另外一个就淹没在荒烟漫草中成了废墟 低头穿过岩石 在山珠沟生态步道里 游客一家人好奇东张西望的小岩洞 则是APP里没有标注的防空洞 不过这处防空洞能躲的人有限 还得用爬才进得去 在高雄左营眷村 有一处藏身在火动桌心旁的防空洞 走进里头清理得十分干净 原来这是日据时代的指挥所 高级将官使用的防空洞 沿用到民国时期 到现在都还定期有人员清理打扫 嘉义国光新春 这个隐身在庙宇里的防空洞 可有六十几年的历史了 其实紧张居民特地跑来摄影 空袭来临的时候 我们就是赶快可以 很准确的找到位置 这里本来是不二层 这四巨时代不二的是根本的战备跑道 由于年代久远躲过这些防空洞的人少之又少 对于确切的地点 知道的人也不多 更不用说知道它的历史背景了 TVBS新闻黄晓琪方志成李战胜季健亨南部报道 共军军演发射东风导弹其中入境呢 还有飞越台湾的上空 虽然我们国防部说不会危害地面 但是还是很多的民众不能接受 飞弹飞过国土上方 我军怎能接受 原来是因为拦截范围有限制 就陷于领空内 但哪里算是领空 也就是领土加领海的上空 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定义 高度延伸100公里卡门线内属于领空范围 超过这之外的就是外太空 属于公共领域 但垂直向上后会沿着地表弧度呈现弧线 而这回共军的飞弹就在卡门线之外 如果用雷达追尖 它像是一个高飞球一样 就是一个外野高飞球 心理战部分 也就是中共它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企图嚇阻这个就是台湾的民心士气 意志共军做足为何效果 但我国防部态度似乎老神在在 强调透过坚针系统掌握飞弹落点 没有危险 而跟这里很有关系 总统曾来视察的就是位在新竹 号称台湾空房之焰的乐山雷达站 这里的远程预警雷达能够掌握飞弹动向 并精准计算弹着点 号称全球最强雷达 还能够向美日等国分享情资 透过这个乐山雷达来侦测的话 就可以从它巴射到上升 因为它巴射到上升 然后到轨道运行这一段 其实是对我们来讲 是侦测它的这个可能 但到非常重要的一段 掌握空域国安 空房之焰 在此时身负重任 TVBS新闻崔仲群离亭台北从华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